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菲利比書的第三章 今天我們一起看《肥拉比書》第三章 我把這一章叫做追求one thing 團隊同行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是追求萬事 追求one thing 一件事 這一章我把它分成三段 一到十二節是第一段 拋開萬事追求基督 再來第二段 第二段 十三到十六節 十三到十六節 專注呼召按部就班 第三個是十八到二十一 第三是十八到二十一 天上國民團隊同行 天上國民團隊同行 這次在讀的時候就特別留意到 原來當我們在追求這個數天的事物的時候 這次在讀的時候 原來當我們追求天上的事物的時候 我們要向著標杆直跑 我們要向著標杆直跑 我們就覺得要跑要拋開一切 我們就覺得要跑要拋開一切 要得著神所要我們得著的 要得著神 要我們所得著的 但是今天在讀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保羅很看重團隊同行 但今天再讀的時候就發現 保羅很體重同行 團隊怎麼同行呢 團隊怎麼同行呢 有一句話大家都聽過的 有一句話大家都聽過 一個人跑得快 一個人跑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一群人走得遠 我們需要有團隊 我們需要有團隊 一個人跑是跑不久的 一個人跑是跑不久的 這個是保羅在這一章所要去表達的 這個是保羅在這一章所要表達的 第一節 弟兄們 我還有話說 你們要靠主喜樂 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 與我並不為難 與你們卻是妥當 第一節 大兄們我還有話說 你們要靠主喜樂 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 於我並不為難 於你們卻是妥當 保羅說要喜樂 保羅說要喜樂 對我 不難的 他這樣講有他的意思 因為他在監獄裏面 他這樣講有他的意思 因為他在監獄裏面 即便關在監獄裏面 我都是喜樂的 即使在監獄裏面 我仍然有喜樂 所以對你們來講 更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對你們來說 應該是這樣 雖然外在的環境 有很多的逼迫 雖然外在環境有很多迫迫 雖然有很多人 他是抵擋神的 雖然有很多人 他是敵黨神 他們的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敵的 他們行事是十家的仇敵 要應當喜樂 應當喜樂 因為神的功必會完成 因為神的功必會完成 因為在你們裡面 動了善功的必要成就者功 因為在你們裡面動了善功的必要成就者功 這個對我來講是蠻有幫助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有幫助 就是說神如果救我 他應該救到底 就是神如果救我 一定救到底 神如果救我 他就救我全家 神如果救我 給我呼召 就表示我可以達到這個呼召 神如果救我 把呼召給我 就代表我可以達到這個呼召 因為我們應當喜樂的 所以我們應當喜樂 我們是 我們 用比較世俗的話 我們是會成功的 用世俗的說話來講 我們是一定會成功的 我們先贏了 我們已經贏了 所以要喜樂 所以要喜樂 在這個喜樂的過程裡面 就要去 特別去留意到團隊這件事 在這個喜樂過程裡面 就要特別留意團隊這件事 這一章裡面有幾個 是保羅用命令的語氣 去強調的 這一章裡面有幾個詞語 是保羅用命令的語調 第二節 應當防備權力 防備作惡的 防備忘志行歌的 第二節 應當防備犬類 防備作惡的 防備妄自行國的 這三個防備 都是用命令式的動詞 這三個防備 都是命令式的動詞 這個防備就是說 你要去看 去觀察 去留意 這個防備就是你要看 你要觀察 你要留意 有三種人 你要特別去防備它們 有三種人特別 你要防備它們 你才可以走得遠 你才可以走得遠 第一個是犬類 第一是犬類 這為什麼叫犬類呢 為什麼會說到犬類呢 在中東呢 它們看狗呢 是一個骯髒的動物 中東呢 它看狗是很骯髒的動物 因為狗會吃 我們講說狗會吃屎 因為狗會吃糞便 就是牠自己排泄便便之後 牠又會轉過來吃牠自己的屎 所以牠被形容是一些污衛的人 所以被形容一些污衛的人 然後作惡的 作惡的 就是一些自作主張的 就是自作主張的 然後妄自行割的 妄自行割的 就是堅持要守割禮的 就是堅持要守割禮的 守割禮才能夠得救的 因為守割禮才可以得救 其實這些都是假教師 其實這些都是假教師 所以這三種人呢 保羅就說你要去提防他們 這三種人 保羅說你要提防他們 他們是惡名昭章的 他們是惡名昭章的 他們是自作主張的 他們是自作主張的 他們是堅持要依靠行為的 他們堅持要依靠行為的 我們要跑得遠就要離這些人遠 我們要跑得遠就要離這些人更遠 然後你要去留意看 他們是不是這樣的 你要留意他們是不是這樣 然後接著保羅就倒過來說 其實他們講這些 我比他們是更加厲害的 接著來保羅就反過來說 他說他們講這些的話題 我在當中更加厲害 你要講肉體 我比你更符合肉體的資格 你要講肉體 我比你們更符合肉體的資格 他就開始講他的整個背景了 他就開始講他的背景 我有受割禮 我有受割禮 我是純正的以色列人 我是純正的以色列人 而且我的父母是希伯來人 我的父母是希伯來人 你要談教義 我是法利塞人 你要講到教義 我是法利塞人 誰能跟我比呢 誰可以跟我比呢 這些都是不對的 這些都是不對的 他說以前我覺得這些是很好的 他說以前我覺得這些東西很好 我現在覺得這些對我都是不好的 我現在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對我不好 這個就是保羅對這三類人的一個 就是他覺得這些都是不好的 保羅對這三類人的評價就是覺得這些都是不好的 雖然我曾經以前覺得這個很好 雖然我曾經覺得這些東西很好 每個人都有他以前追求一些錯誤的路 每個人都有一些以前追求錯誤的路 比如說我以前聽過一個人 就是他的 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累積很多的證書 很多的title 例如我聽過有個人 他以前最喜歡累積的 就是那些title的證書 所以名片拿出來 都是各種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你的卡片拿出來都是甚麼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有甚麼各樣的資格 有甚麼各樣資格 律師的資格 然後會計師的資格等等 律師 會計師的資格等等 很喜歡去考試 很喜歡考試 然後名片上就會印了一大堆的背景 卡片上面任務的就是這些背景 這個就是他以前覺得最有價值的 這個就是他以前覺得最有價值的 因為覺得這樣子就會比較有價值 覺得這樣比較有價值 這樣就比較有安全感 比較有安全感 這樣就覺得高人一等 就覺得高人一等 然後現在信主了 現在信主了 他覺得這些真的是浪費時間 他就覺得這些東西浪費時間 怎麼會花我這麼多時間 為何會花了我這麼多時間 對他來講 這個就是他的萬事 對他來講 這些就是萬事 有些人可能他一生沉迷在賺錢 有些人一生沉迷賺錢 有人沉迷在電玩裡面 有人沉迷在電玩裡面 就是每個人都在追不同的事情 每個人都追著不同的事情 這些都叫做萬事 這些都叫萬事 保羅在今天的經文 他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些對我們都是有損的 保羅在今天的經文跟我們說 這些對我們都是有損的 那什麼是有價值的呢 那什麼是有價值的呢 第八節 我以認識我主基督為自保 第八節 我以認識我主基督為自保 就是認識知道耶穌的所有事物 是最重要的 就是認識知道基督所有的事物 就是最寶貴的 其他凡是攔阻這些事的 通通要放在一邊去 其他攔阻這些事的 全部都要放在一邊 都是浪費時間 都是浪費時間 以前我工作的地方就很喜歡 就是大家會吵架 會辯論 以前我工作的地方 大家很喜歡吵架 辯論 然後他們辯論都是很厲害的 他們的辯論都是很厲害的 就是說你這個開會 你這個程序是不對的 然後就是講很多的東西 然後讓這個會議很難開 他們就會說那些開會的程序不對 會談很多事情 讓會議很難進行 後來我的老闆就非常生氣 後來老闆很生氣 他就叫大家不要再吵了 他就說大家不要再吵了 他說凡是歷史上不會記載的事都是不重要的 他說凡是歷史上不會記載的事都是不重要的 就是不要浪費這些時間 不需要浪費這些時間 這個是一個沒有信主的人 他怎麼樣分別事物的輕重 這個是沒有信主的人去分辨事物輕重的原則 但對保羅來講 對於保羅來說 凡是攔阻我去認識基督的 凡是攔阻我認識基督的 凡是攔阻我跟他有更好關係的 攔阻我跟他有更好關係的 這些都是不好的 這些都是不好的 他就專注在認識基督的身上 他專注認識基督的身上 他專注認識基督的身上 這個第十二節 我覺得今天寫得蠻特別的 第十二節我今天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他要去認識基督 就是他要認識基督 他要認識基督 他拋開一切 他拋開一切 然後 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 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 認識他的受苦 認識他的受苦 甚至效法他的死 甚至效法他的死 或許他自己也可以死裡復活 或者我都可以死裡復活 然後十二節就說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罩 已經完全了 十二節說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罩了 已經完全了 他說其實我也還沒有 他說其實我還沒有 我就是盡力做 我只是盡力做 然後他說 或者可以得罩基督 所以得罩我的 他說或者可以得罩基督 所以得罩我的 講起來有點繞口 講起來好像有點卡住 就是我要全力去得罩基督 就是我要全力去得罩基督 然後一邊在全力得罩的時候 一邊全力得罩的時候 他就在想 那基督是怎麼得罩我的呢 他就在想著 那基督是怎麼得罩我的呢 到底基督是怎麼感動我 讓我能夠專注在他的身上呢 到底基督怎麼感動我 讓我專注在他身上呢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樣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知道那是一種熱情 我知道是熱情 我對基督滿有熱情 我對基督滿有熱情 但就是這樣嗎 但是是不是只是這樣呢 他也說不出來 他也說不出 是死裡復活嗎 是不是死裡復活呢 好像是 好像是 又好像不完全 又好像不完全是 是救贖嗎 是不是夠熟呢 是承擔過範嗎 是承擔過範呢 是信心嗎 是信心呢 就是這些東西他還在摸 這些他還在摸錯 所以他就說 我這樣講不是說我已經得著這個了 他說我這樣講不是說我已經得著這些 我就是盡力地去追求 我就是盡力地去追求 或許我可以得著 為什麼基督可以得著我的那個 或者我可以得著基督怎樣得著我那樣東西 我這樣只是試著講出保羅的意思 我也不真的明白 我也不真的明白 到底那個是什麼 我只是仔細地講了保羅的說話 但其實我都不是真正明白那樣是什麼 我只是知道保羅他是在講什麼 我只是知道保羅在講的東西 就是我好想追求神 好想追求神 但是神感動我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但是神感動我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就好像就是有摸到 可是沒有完全抓到 就好像摸到但是又捉不到 這個就是保羅的他的光景 這個是保羅的光景 所以他就說這一段就說 我要把這些都拋開 追求基督 追求基督 追求基督是自保 追求基督是自保 就是跟神有一個美好的關係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神有美好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 我們以前叫做追求萬事 我們以前說追求萬事 現在叫做追求關係 現在是追求關係 特別是跟主耶穌的關係 特別是跟主耶穌的關係 這就是保羅他竭力要去得著的 這個是保羅他揭力要得著的 然後第一段就說 可是有三種人你要離他遠遠的 但第一段他就提到 有三種人你要遠離 你要防備他們 你才可以專心做 你要防備他們才可以專心做 這個是第一段所講的 這個是第一段所講的 第二個專注呼召暗部就班 第二個專注呼召暗部就班 十三節就是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 第三節說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 神對我是有呼召的 神對我是有呼召的 這個呼召是有賞識的 這個呼召是有賞賜的 我要專注在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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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那這個呼召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共同的 也有個別的 這個呼召有大家共同的 也都有個別的 比如說神對我們所有人都 希望我們因為愛他 然後去牧養他的羊 例如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就是希望我們因為愛他的緣故 所以一邊專注地認識耶穌一方面 對人分享對耶穌的認識 所以一邊專注在耶穌 亦都一邊去分享對神的認識 那這個是共同的 這個是共同的 活出一個聖節的 就是要活出聖節來 就是這樣活出聖節 你們要聖節因為我是聖節的 你們要聖節因為我是聖節的 這個是普遍的 我們在追求基督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會渴望向他 我們追求基督的過程 一定渴望祈祂 耶穌是聖節的 所以我們也會變成聖節 耶穌是聖節的 所以我們也會成為聖節 這個是普遍的 這個是普遍的 然後也有個別的 也有個別的 神可能呼召我們 在特定的一個族群裡面 可能神呼召我們 在一個特定的族群裡面 這可能是國家 或者是某個年齡層 可能是國家 可能是某個年齡層 或者某一類的侍奉崗位 或者某一類的侍奉崗位 那神會把這個放在我們的心裡 神會把這個放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就全力的往前衝 我們就全力的往前衝 但是我覺得保羅在這裡 他又講了一個很好的提醒 但保羅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提醒 16節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就是說呢 一方面我們要全力以赴 就是一方面我們全力以赴 我們拋開萬事 向著標桿直跑 我們向著標桿直跑 但是一方面又要按部就班 但是一方面又要按部就班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人 他就真的很渴慕神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真的很渴慕神 然後最後渴慕到就是在天上飛 最後渴慕到好像天上飛 就是什麼事都不管的 然後該盡的責任都沒有辦法做 應該盡的責任都沒有辦法做 我記得我看過一對夫婦很追求 然後他們就生了一個寶寶 他們生了一個孩子 基本上那個寶寶就沒有給他什麼食物吃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給食物這個寶寶吃 有時候只是給他喝喝水而已 有時候就是給他喝水 然後聖靈充滿他 聖靈充滿他 聖靈充滿他 對 然後我們看到都快暈了 對 然後你看到就快暈倒了 對 就是很不切實際 就是很不切實際 或者追求有些東西追求到太過度 就是追求一些東西太過度 我特別講的是過度 我要講的是過度 或者是說他不平衡 或者是不平衡 一方面全力追求 一方面全力追求 但是呢 到什麼地步就到什麼樣的狀態行 但到什麼地步就到什麼狀態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譬如有人就跟我說 這個香港的有些鈔票上是有什麼龍啊 什麼符號啊等等的 這個是不解的 神不喜悅的 有人跟我說過 香港的鈔票上面有些龍啊 有些符號呢 有人跟我說這些是不潔的 那應該怎麼辦呢 那要怎麼辦呢 那要怎麼做呢 我說你就給我啊 那你給我啦 對啊 你講得對啊 你講得對啊 那你就把它給我吧 那你將它們給我啦 然後他就覺得我的回答很奇怪 他就會覺得我的回答很奇怪 就是他講得對不對呢 他講得對不對呢 有道理 有道理 可是要 要 要正常 但是要正常 舉個例子來講 舉個例子 我真的認識有的 極少數的牧者呢 他一般的茶餐廳是不會進去的 我認識極少數的牧者 不會去一般的茶餐廳 因為他那個有偶像的崇拜 因為裡面有偶像崇拜 他覺得有沾染 他覺得有沾染 而且他特別是在做醫治釋放這個領域 而且特別是在做醫治釋放的領域 那神就感動他就不進到那些店裡面 神就感動他不要進去那些店裡 他就有本事呢 不去那些店還可以有東西吃 有本事呢 不去那些餐廳都可以有東西吃的 我覺得這樣的人 如果他說他不要碰那些鈔票呢 我就覺得蠻正常的啦 我覺得如果去到這類人 他不碰那些鈔票都挺正常的 就是說他這個追求是全面性的 因為他的追求是全面性的 大致上來講各方面他都想竭力的 是進到一個屬神的層面 就是大致上各方面都很想進入屬神的層面 但是我們不要說聚會完了 我們去有拜偶像的茶餐廳吃的蠻高興的 肥肉一直吃 然後這邊就說這個錢有這個不竭之物 這樣子就怪怪的 但我們又不要聚會完之後 我們就去那些餐廳吃得很開心 大魚大肉 但是轉頭拿著一張鈔票又說他是不結的 這樣子的話就不平衡 這樣的話就 就是不夠平衡 就是不夠平衡 不夠正常 就不夠正常 這邊是保羅要講的 這裡是保羅所講的 一方面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一方面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但是一方面又是 你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到什麼樣的程度行 一方面就是你到什麼程度 就按著那個程度去行 我也聽過一個姐妹跟我講 她就說 建聖牧師 我想去以色列 但是我爸爸沒有信主 他一直攔阻我 建聖牧師 我很想去以色列 但是我爸爸還沒信主 所以一直攔阻我 我覺得這是仇敵的作為 我覺得這個是仇敵的作為 她問我應該怎麼辦 她問我應該怎麼辦 我禱告了很久 然後神都沒有開路 我第一句話就問她說 你賺的錢 有沒有拿錢回家 我第一句話就問她 那你賺回來的錢 有沒有拿回家 她說沒有 她說沒有 我說當然 你對家沒有擺上 你對家沒有擺上 家裡就覺得你長不大 家裡就覺得你未長大 你的判斷做法很有問題 會覺得你的判斷做法很有問題 拿這個錢不拿回家 你還要拿去 去以色列滿貴的 你沒有把錢拿回家 但其實去以色列又很貴 你說正常的父母都會反對的 其實你想想想 正常的父母都會反對 所以我就跟她說 你就乖乖 你就應該靜坐子女的孝心 你要對這個家擺上 我就跟她說 你要盡子女的孝心 你要擺上你那一份在家裡 然後後來她就真的這樣做了 她就真的這樣做 然後她的 然後她跟她復姻說 她不去以色列了 她就跟爸爸說 我不去以色列了 她爸爸竟然跟她講 她爸爸竟然跟她講 她說對啊 我覺得你聖經並不是很熟 爸爸就說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聖經不是很熟 我覺得有一些神也會供應你去的 如果你熟聖經多一點 有一天神也會供應你去的 這是一個不信主的爸爸說的 這個是不信主的爸爸所說的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想去以色列對不對 就是我們想去以色列對不對 當然對啊 當然對啊 每一天聖經一直在看 就覺得以色列沒有去過 怎麼可以呢 聖經裡面一直看 但是沒有去過 那怎麼可以呢 但是就是 好像要擺上一切去認識神 但又好像要擺上一切去認識神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又沒有顧好 但其實很多事情都沒有顧好 所以一方面我們是要全力的向前衝的 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全力的向前衝 但是一方面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所以第二個專注呼召按部就班 所以第二個專注呼召按部就班 第三天上國民團隊同行 天上國民團隊同行 十八節開始 十八節開始 十七節開始 十七節開始 他說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但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看哪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這邊呢這裡講到說你們要 這裡提到你們要 還有要留意看 留意看 這兩個動詞是另外 這個經文兩個做命令式的動詞 就是你們要效法我 就是你們要效法我 然後你也要去看那些 跟著我們榜樣在做的人 你要去看那些跟著我們做榜樣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整章的架構裡面 它是一方面強調要防備那些 權類作惡的望智行歌的 所以整章的架構裡面有提到 要防備那些犬類作惡的妄自行國 就是這些人要保持距離的 就是跟這些人要保持距離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你要跟他們在一起 但是你有另外一個族群你要跟他們在一起 那一群人就是 叫做天上的國民 那一群就叫做天上的國民 專注天上的事物 專注天上的事物 然後呢他們是追求基督的 是效法保羅的 是效法保羅的 是一些渴慕神的同行者 是渴慕神的同行者 要留意看 要留意看 要跟他們在一起 要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十八節說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十字架的仇敵 十八節那裡說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是十字架的仇敵 我覺得他這裡不是在講那些非基督教的 我覺得這裡不是在講那些非基督教的 就是異教的 他這邊不是保羅強調的重點 這裡不是在講異教 不是保羅要強調的重點 他是講特別是有一些好像已經信主了 他講有一些已經信主 講就叫做基督徒 講就是基督徒 講就說是跟隨基督效法基督的 講就說是跟隨基督效法基督的 但是是行惡的 但是是行惡的 是自作主張的 是自作主張的 凡事是自己做決定的 是凡事自己做決定的 然後要靠行為稱義的 是靠行為稱義的 就是覺得要行割禮 這樣子才會得救的 就是覺得要行割禮才可以得救的 信耶穌也好 那更好就是也要受割禮 信耶穌都好 但是更好地要行割禮 這好像是信主的 其實是抵擋神的 好像是信主 但其實抵擋神 是抵擋十字架的 是抵擋十字架 覺得十字架的功效不足的 覺得十字架的功效不足 覺得靠十字架是沒有辦法得救的 必須十字架加上行割禮才可以的 必須是十字架再加行割禮 所以他這邊講說他們是十字架的仇敵 所以這裡提到他們是十字架的仇敵 他說這些人他們是會沉淪的 這些人最終會沉淪 然後他們講就講是信神的 其實他們是信自己的肚子的 他們說就說是信神 實際就是信自己的肚子 他是專注自己的榮耀 他是專注自己的榮耀 他是在服侍神的 他們好像在做神的工作 他們好像在做神的工作 但是他本質的心態是為了自己的 但是本質的心態是為了自己 是希望能夠得到掌聲的 是希望得到掌聲 希望自己的事工是很發望的 是希望自己的事工發望 別人做得比較好就很生氣的 人家做得好他會生氣的 是會增淨嫉妒比較的 是會增淨嫉妒比較的 其實說穿了就是在意自己的榮耀 其實說穿了就是在意自己的榮耀 其實就希望這樣的服侍神 日子可以過好一點 他希望這樣服侍神日子可以過得好一點 可以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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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仙子書裡面講到很多的假仙子 就是覺得你沒有接待他 就發育言攻擊你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小仙子裡面有提到很多的假仙子 就是你沒有祝福他 他就會發育言去攻擊你 說穿了就是顧自己 說穿的就是顧自己 以前沒有信主的時候 顧自己 顧自己的肚子 顧自己的榮耀 沒有信主的時候 照顧自己的土福和榮耀 信主之後好像是在做 侍奉的工作 但是本質上還是一樣的 順著之後好像是服侍神 但其實本質是一樣 還是希望自己能夠日子過好一點 都是希望自己日子過得好一點 希望自己更有名一點 希望自己更有名一點 能夠更成功一點 更加成功一點 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 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 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敵 這些就是十字架的仇敵 這些人其實是很容易被引誘的 其實這些人很容易被引誘 因為到最後呢 如果有另外一套方案 也可以達成我們想要的呢 我們就會放棄我們的信仰 因為到最後如果有另一個方案 可以達到我們想去到的 其實我們就會放棄了 所以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所以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我們要團隊同行 我們要團隊同行 怎麼樣可以專注呢 怎麼樣可以專注呢 怎麼樣可以專心的追求基督呢 我們需要留意旁邊的人 我們需要留意旁邊的人 我們要防備一些人 防備一些犬類的 防備一些犬類 作惡的 妄自行隔離的 妄自行隔離的 堅持靠行為稱義的 堅持靠行為稱義的 這些人我們要防備他 這些人我們要防備他 另外一群人要留意他 另一群人我們要留意 就是一些清心追求主的 就是一些清心追求主的 很專注在認識神的 很專注去認識神的 可能日子過得蠻簡單的 可能日子過得很簡單 因為應酬非常少 那些應酬很少 那麼就專注在神的身上 專注在神的身上 專注在讀神的話語 專注去讀神的話語 專注在關懷人、牧養人 專注去關懷人、牧養人 專注在傳福音 專注在全福音 專注在自己生命的聖結 專注在自己生命的聖結 這樣子就是向著標竿直跑 這樣就是向著標竿直跑 我們要求神來幫助我們 不要自己一直往前衝 不要自己一直往前衝 然後讓周遭的人 就是特別是我們的家人 有關係的人 讓他們就是非常的苦惱 讓周遭的人 和我們有關係的人非常苦惱 我們要一起同行 我們要一起同行 我們要正常 我們要正常 我們就先影響我們旁邊的人 我們先影響旁邊的人 然後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走 我們可以走得長長久久的 我們可以走得長久久的 我們一定可以得到獎賞的 一定可以得到獎賞的 我們求主來幫助我們 求主來幫助我們 求主來幫助我們 來敬拜我們的主 耶穌我們感謝讚美你 耶穌我們說有你真好啊 在每一天新的早晨 我們都要來讚美你 我們都要來敬拜你 好吧這時候我們每個人 開口大聲地來說 主啊我們愛你 我們要來讚美你 我們要來讚美你 主我愛你 我要來敬拜你 Hallelujah 一起來 睜開眼睛 和你 你 一起來 我愛你 超 inform 欢迎你奖励 喝得洗了你的头在最甜蜜 祝我爱你全心全意 现在只想和你一起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的话语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献上我的全心全意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心相信你去的礼物 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睁开眼睛感觉好熟悉 在你面前一切都不会在意 风寒忧虑烦恼相信 现在只想和你一起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高级双手 高级双手 主啊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奖励 喝得洗了你的头在最甜蜜 祝我爱你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全心是想和你一起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们一起来说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写上我的全心全意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心相信你 祈求我的礼物 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的话语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写上我的全心全意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心相信你 祈求我的礼物 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我真欢喜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祈求我的全心全意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心相信你 祈求我的礼物 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我真欢喜来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耶稣耶稣耶稣我爱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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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唱 我真欢喜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 是我坚定感性乐意 牵上我的全心全意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真欢喜来赞美你 我真相信 耶稣耶稣我们说我们欢喜的来赞美你 耶稣我们说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就有满足 在你的里面 我们就欢喜 你要我们靠着你 常常喜乐 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给我们勇气 你给我们信心 耶稣我们说有你真好 你是我们心中的至宝 你是我们的宝贝 你是我们的唯一 你是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 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说 我们赞美你是恩典 我们敬拜你是恩典 我们在这里可以大声的祷告是恩典 我们可以呼吸也是恩典 你给我们声音可以大声的来唱歌给你听 也是恩典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耶稣我们说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好不好 这时候每个人开口 我们跟耶稣说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啊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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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呀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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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支拔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有中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本土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有中心 一生我主基督赴亿的托付 先给耶稣我全都给宣布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有中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本土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有中心 一生我主基督赴亿的托付 先给耶稣基督赴亿的托付 我们再来说我要神父 我要神父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有中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本土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赴亿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进入顺服的里面 很多谢你 你在这个早晨 你透过这个经文 你告诉我们 主要我们要忘记背后 向着飙江直跑 主要我们要靠你 我们要喜乐 圣灵你这一刻 你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好吗 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 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地方 你坐下来 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当我们去默想我们过去 甚至乎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说 我们在高举我们自己 我们在高举我们的学历 我是博士 我是社士 甚至乎我们在高举我们的职业 我们在高举各类我们的专业的证书 甚至乎我们会觉得 看着银行的户口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钱 我有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甚至乎我们在高举很多我们的技能 可能我们打机的技能 我们玩游戏的技能 我们投资的技能 我们各样的东西 我们将它高举高于十字架 我们将它高举高于十字架 在今天的早晨 我邀请我们大家 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向神来闯开 我们去思考 在现在的里面 有什么的人 或者有什么的事 是难了 影响我去亲近神 当每一次我去亲近神的时候 主要这个人 他就在我面前出现 主要他带来给我的伤害 他的说话 就在我耳边响起 当我安静 想来到神的面前 去跟神去说话的时候 主要我里面 就有很多吉利古鲁 吉利古鲁就出来 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你都来跟神去说 好吗 好吗 在这个时候 我们到一切来开心 我们将我们的光安圣灵 启示我们的 无论是人 或者是 我们一起的开心 来将他交给神 如果他是伤害你的那一个 如果他是欺压你的那一个 你跟神说 主要你来帮助我 主要你来帮助我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去胜过这一切的圆弱 你一切的伤害 在这个时候 我邀请我们每一个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都开声 你来跟神说 圣灵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主耶稣 当我去仰望你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十字架上的能力 就要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主你来帮助我 让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 漸漸漸漸漸的放大 我看到一个十字架在你的前面 很小的 好像一寸那么大的一个尺寸 当你定睁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慢慢的 慢慢的 他就大 慢慢的大 然后我看到在他背后 慢慢有光线 有光线 發射出来 我听见神跟你说 是自尊住在我的身上 当你尊住在我身上的时候 你就是向着十字架直走 旁边的人和事 我都要将他完全的拿走 我看到当你这样定睁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看到神有一只手 在你的后面把你托起 你好像凌空坐在神的手上一样 然后神将你一路一路一路伸向十字架 慢慢的见到十字架越来越大 十字架越来越发光 原来十字架在你生命的里面 不是又黑又矮又手的 原来十字架在你生命的里面 它是高大 神告诉你 是指我的爱要进入去到你的里面 我的爱要进入去到你的里面 我的爱里面是不计较的 我的爱里面是不疾度的 我的爱里面是不自夸的 神话是指今天我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拿走这些自夸 神话是指今天我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为信耶稣已先 我们追求明 追求力 追求赞美 肯定 欣赏 过效 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 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 追求成功 追求要打标 神话 亲爱的圣灵 光照我们 我们已经认识你 我们已经跟随你 但是我今天生命的光景 是什么 我过去所追求的 我过去所追求的 现在人是我的追求吗 主啊 我过去所在乎的 现在人是我们所在乎的吗 保罗过去 保罗过去 靠肉体 高举自己的学历 血缘 家世 背景 但是当他遇见了你 他说过去我看作 与我有益的 现在 我都当作有损的 我已追求耶稣基督 为我生命的支保 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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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我们的心 我是否仍然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是否仍然在乎我的全民怎么评价我 我是否仍然活在 我们是否仍然在爱面子 我们是否仍然地活在爱面子 我们是否仍然地活在爱面子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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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价值观是否改变 主啊 主啊 以追求耶稣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支保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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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的感觉 还是我的感觉是至保 还是我的感觉是至保 我以为的是至保 我以为的是至保 他有数天的价值观 可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爸爸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你光照我们 恢复我们 恢复我们 所有扭曲的地方 都被你扭回来 阿们 让我们的生命追求你 阿们 接力地追求你 接力地要来认识你 不是追求我们的感觉 不是追求跟人吵架 不是追求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不是追求为什么你做好位子 而我不是 不是追求为什么你在台上 而我就得在台下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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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请圣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可和同生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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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没有两样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心思 一念仍然没有改变 我们一起看我同生为自己来祷告 保罗说 我为耶稣已经丢弃万世如奋土 求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也愿意为了耶稣 为了我们生命的至宝 我们愿意跟耶稣说 主啊 是的 是的 主啊 主啊 愿保罗的生命 成为我的生命 愿表罗的价值观 成为我的价值观 愿保罗的看见 成为我的看见 愿保罗的渴望 情愿保罗 好 老師 讓我去哪裡 好 老師 讓我去哪裡 好 老師 讓我來 好 老師 讓我去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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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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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牛座 我們 把我 主要 把所有的牛區拿走 瞎眼拿走 愛護我 主要 愛護世界的心拿走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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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转我的眼目 掉转我们所有人的眼目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主啊 更新改变我们越发的向你 主啊 把你的口目追求你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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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把你的口目追求你的心 主啊 把你的口目追求你的心 主啊 把你的口目追求你的心 到哪里的中心 世界万物都掉起看作本土 为要得叫耶素基督 我要 必须帮你 主啊 必须祝我爱你 无能冠结 到那里的中心 以神获主 基督赋予的陀佛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宣布 就是的 主啊 我们献出我们生命所有 主啊 要来跟随祢 主啊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祂已丢替万物 看作奋独 为要得着基督 主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祢面前的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看清楚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 主啊 我们真的 不要再追求这世上的一切 主啊 因为这一切如过往云烟 主啊 但今天的经文里面 祢也提醒我们 主啊 保罗说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 已经完全了 乃是要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 所以得着我的 主啊 当我们走到这条人生的路上 主啊 我们在追求祢的路上的时候 主啊 很多时候 主啊 我们 主啊 好像失去了那个平和 主啊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自以为意 主啊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环境 主啊 以为厌烦 主啊 我们说许多的事阻拦我们 主啊 更专心的来追求祢 主啊 我们看我们生活很多的事情 主啊 我们就觉得 主啊 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负担 主啊 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 主啊 看到我们工作职场里面的一些人际关系 主啊 甚至在牧养里面 有时候我们心里 主啊 因为主啊 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关系 主啊 我们就想要后退 主啊 但是主啊 主啊 你今天的话语对我们说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 主啊 我们所有的环境 都是祢良给我们的 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基督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啊 在这个疫情里面 也许你被困在家里 也许孩子不上学 你的配偶也在家里工作 好像你觉得在这个疫情里面 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过去你觉得你有比较多安静的时间 现在你觉得好像生活 不容易安静来亲近神 你心里有一些埋怨 甚至有一些对主的抱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 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 神良给我们都是有益处的 好不好一起我们开生 你可以祷告 把你在生活里面 现在所面对到的 好像不方便的事情 也许是孩子的话 很多的功课 你要帮助他去做 孩子在家里 很多时候你要照顾他的饮食 或者是家人 有时候在疾病里面 在这段时间 就医非常的困难 反反复复的 你说主啊 我想要有更多的时间 来亲近你 主啊 但是我觉得好困难 我的心好烦乱 你是不是把你的心 交在神的手里 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安静在主的手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把你的一切交在神的手里 让你让我看见的一切 主啊 无论是世上的事 无论是生的事 主啊 你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主啊 在这中困难的日子里面 主啊 你需要我安静在你面前 主啊 我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 你也是给我们有安静的日子 主啊 在这个遭难的日子里面 主啊 你也是重新 主啊 修复我们的关系 主啊 过去许多时候 主啊 我们忙碌在生活里面 主啊 忙碌在事业里面 忙碌在许多的追求里面 主啊 如今主啊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说话 说主 这是一个重修关系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修关系的时刻 主啊 你把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带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切的关系 主啊 都是祝福 主啊 你对我们说 不要以为厌烦 你对我们说 不要以为厌烦 无论是对你的配偶 无论是对你的孩子 或对你属灵的孩子 甚至跟你权柄之间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面 都是修复的时候 无论到了什么地步 都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 相信主 主在这段时间里面 要祝福我们的关系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所有人是同心同心 一起往前行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有一个 先知性的行动 好不好 因为我们要同知同行 我们要跟天上面的国民 是一起的 来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我邀请在线上面的弟兄姊妹 你拿起你的圣经 你站起来 一会儿你可以在你所处的地方起床 当我们的团队一起走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走 我邀请我们的旗队 耶稣 我们有一枝的旗代表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 然后这边我们有我们的豪角队 那一会儿当旗队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的宣告 在神的里面 我们用这个熟灵的眼睛 我们去宣告 信心去宣告 我们是同神一起的行动 我们请我们的旗队先行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号角队跟着旗队 我们请跟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起的跟着先知一起的行动 是的 我们在这个团队的里面 我是属于天国的子民的其中的一员 而且你同神说 主人我是要安慕受斑 我要是要跟着你的车袖 我是要一起的 不快不慢 不早不迟 我是要一起的这样去走 当我这样一起去走的时候 我就是跟那个清心土局 跟属灵的人 是一起的去参透万事 而且当我这样去走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孤单的里面 我不是在一个无座的里面 我是在一个属天的天国的子民的团队里面 当你一直走的时候 你可以在心里面去问神 刚刚是天职牧师去分享的时候 他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他对我们有普遍性的呼召 我们要爱祂起来牧养我们的羊 牧养神给我们的羊 我们要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 是神的对神的真理的形式 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要去追求圣健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路 我们一起的去呼求 当神这样是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的团队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得着这个呼召 而且当你一路走的时候 你求圣灵向你去启示 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属于哪个的崗位 在这个团队里面 神独独地给你有哪一份的呼召 在这一份的呼召 曾经什么时候来到你生命里面 又曾经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你可能遗失了的 在今天的里面 求神在这个当你进入一个军队里面的时候 神向你来启示 是你来启示 你的灵在这里 这里就有自由 神灵自有隐性无止境 你闪到开心心 天不断生气 你带着你的族系 你的体系 帮送你的你的家族 一起进入这个团队里面 成为天国里面的一员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转现去那神迹将写你 天上过渡降临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转现去那神迹将写你 天上过渡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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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荣耀转现去那神迹将写你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祢就是我们追求的标记 主啊 祢的旗帜在我们心中浮现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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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跟随一生的标记 主啊 我们将万事都看作笨土 为要得着嫉妒 主啊 所有不结的权类 我们奉耶稣全民宣告 主啊 我们不跟随他们 我们防备他们 所有一切的误会 所有一切的妄自行歌 跟随自己的 自我主张的 我们奉主的民宣告 我们放下 我们防备 而且我们抛弃 主啊 我们单单跟随你 主啊 为六一这样的祷告 主啊 为有耶稣基督赞满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单单跟随你 我们跟随你纯净的话语 主啊 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 主啊 我们跟随你所赐给我们的关系 主啊 我们连结于基督 连结于你所赐给我们的权备 主啊 看重关系 过去我们看重万事 如今我们看重关系 看重跟你之间的关系 主啊 你的旗子在我们面前 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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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单单的跟随你 没有别的可爱慕的 主啊 这是你的教会 这是你的教会 主啊 以至于我们无论在平安当中 主啊 我们满心跟随你 主啊 重视在疫情里面 甚至将来在末世里面 我们不知道还会再有什么样的艰难 但是我们勿要喜乐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常常喜乐 主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弟兄姊妹 我们无论在家中 无论在天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常有喜乐 常有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 你的生命在地如在天 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大的祝福你 Amen 我们要掌声归给耶稣 祝福献上的每一位 祝福大家 我们的传道就到这里 我们的传道